暑假是亲子出游的旺季 炎热的夏天也是常味道传染与虫眉肆虐的季节 所以被托旅游健康包做好预防的措施 才能够快乐的出游健康回家 近三年来新北市7到8月境外一路传染病 登革热是最大宗 民众到东南亚旅游要特别注意 我们分析了新北市这几年来 在境外感染的一些法定传染病 那发现在大概7月以后开始就会出现比较多的病例 那看起来这些因为就是暑假 大家会喜欢出国 在国外可能容易感染到传染病 那大概分析国家大概都是以东南亚为主 大概东南亚比较常见的 泰国、印尼、菲律宾、越南这些国家 那这些国家目前也是登革热的流行的地区 所以提醒民众如果前往东南亚地区 可能要特别注意防蚊的措施 旅游行前做好计划 备托旅游健康包 做好预防措施才能安心保健康 希望大家能够做好一个旅游健康包的准备 大概内容物一般就是个人的卫生用品 前面可以知道说其实很多都是 这种通过食物传染的 那我们也会担心就是 手部如果不够卫生的话 没必就有可能传染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记得至少戴着抗菌的湿纸巾 随时清洁手或者是干洗手艺 那当然口罩随身戴着 出入人潮拥挤的场所一定记得还是记得戴上口罩 再来就是如果个人有本身一些慢性疾病的话 要记得提醒大家戴上你们个固定服用的药物 在国外毕竟你出到一个地方可能还要水土不服 那还是记得是吃自己习惯的药物 所以记得这些如果需要有一些个人的慢性药物 要在旅游前记得去拿到够用的药量 绝对行前做好准备 旅游途中也要注意防蚊 登革热这种蚊子传染的疾病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也要准备一些防蚊的用品 那当然防蚊有可能是环境用的 在这个空间你可以喷洒 这是环境用的防蚊液 那再来有一种是人体可以用的 那提醒大家如果是人体可以用的 就是要有未熟合可的字号的防蚊液 通常这个都是含这个狄币这个成分 这个才是可以喷在人体用的防蚊液 那还有一些防蚊乳 想要有效防蚊 防晒乳和防蚊液涂擦的顺序也要正确 提醒大家非常的记得 防蚊液一定是在最外一层 所以如果你需要 也许你还是没有穿长袖的准备 那记得你就是裸露在外的皮肤 你可以先擦防晒乳 擦完之后再喷上防蚊液 旅游途中少不了要品尝当地美食 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 进食前如厕后都别忘了勤洗手 这边还是提醒大家用餐前如厕后 还是记得一定要记得要洗手 注意个人的卫生习惯 然后一定食物就尽量不要吃生食的东西 一定要煮熟 那特别的留意就是尽量不要吃加入冰块的东西 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冰块是不是有可能有细菌的污染 所以建议大家在国外如果喝水 可以尽量喝瓶装水 瓶装水是比较能够确保它的卫生 此外民众如果有前往中东非洲的计划 最好出发前四到八周到旅游医学门诊咨询 北北基有七家配合提供相关服务 民众可是需要预约看诊 记者方健凯 新北市采访报道